其實他在那裡很可憐 為什麼? 我不知道 只是想說會發生什麼事 好,我們的Fest 在UTG應該是 算是 實際上的UTG加2 七人桌 S2同花 算是一個比較邊緣的 一個開牌範圍 可是是剛剛好可以的 HELLO HELLO 蛤? 美 欸 我們的BB 選擇Defend一個29不同花 做得到 CAMB 做得到 鮮 鮮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那我們的Adams 中了一個頂隊 我們的ChallinChall 選擇了一個Check 這29不同花的這個Defense 代表說基本上 他的大瑪所有的牌都會跟住 因為如果29不同花都跟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牌都會選擇跟住 我們的Fest選擇一個持續的C倍 然後 在買花的狀況 選擇持續的C倍 那Adams也是很合理的去抵抗他的頂隊 那這張10 其實對我們的Fest 其實蠻沒有力的啦 因為其實這邊 這張10並不能為他代表 說有一些更多的 強的手牌 也許他有89啦 也許 可是如果對方是有Q的其實不太容易蓋 那如果對方是有7的話 這張10很有可能是輔助他變成多一個卡順的機會 所以如果我是Fest的話 我很有可能 會選擇Check 可是如果Check被對手 因為我在IP啦我可能會Check 我會免費買花 因為這張10其實如果對手 有很多手牌 都很有可能會G1下去 那如果這邊選擇下注被加注的話 我會覺得有點可惜啦 OK 那Fest選擇了下注 那我覺得選擇下注的話 那 我是選擇一個蠻大的下注 那 我覺得這邊A等級的Q是不會放棄的 好 然後我們的 Timothy Adams選擇繼續跟住 好 River這張K Fest的完全沒有 擊中 那 可是這張K 是給了Fest的一個可以投機的機會 因為對手選擇了跟住兩發 那 River其實不是這麼的好跟 那我覺得Fest這邊如果很帥氣的做個O-In的話 很有機會可以搶下這個底次 可是其實這邊要O-In其實我真的覺得蠻難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 River的Bluff比你們想像中的少很多 尤其是River的Bluff的Race 那雖然這邊不是Race 可是這邊你要去做一個三發的Bluff 那在 可是這一把可能會稍微好一點 是因為有排有開出一些變化 如果整個排行結構沒有太大的變化的話 那其實很容易被跟住 所以這邊其實這張K是一個 他一個Bluff偷擊的機會 那他第一次是17萬 可是其實這邊打出去 Adams 也不一定會蓋牌 選了一個很大發的BED 下注了一個20萬 後面只剩2萬9 這張Q不好跟欸 可是Adams Adams是一個非常厲害的玩家 選擇蓋牌喔 Nice hand 這把 我們的Face順利偷下整個大的底次 這張K算是對他蠻有 有很大的幫助 好齁 我們的Banggok拿一個4-7不同花 選擇3比我們的Richard Young 喔 我們這一個 這個新來的新面孔這名玩家 非常的鬆啊 鬆兇啊 是唇春 唇克爾 粉 這個玩家應該的發正確發應該是全 陳中賢嗎 陳中賢 喔我們的 我們的Bangok中了一個 Betal Flush 而且 我們的 陳中賢 中了一個順子 然後他選擇想要來 下注5萬 那我覺得這邊Bangok應該就是會ALL IN啦,因為他這邊中了一個 花,而且是後門,而且對手很有可能只有S 然後這邊被ALL IN,然後這邊S真的是很難跟啊 他這個S,是不是丟了太多的籌碼 他這個S,是不是丟了太多的籌碼 丟了5萬進去後面剩下 剩下 剩下9萬多 看到一個47銅花GG 我們這個陳中賢嗎 陳中 英 YIN應該念英吧 陳中英 就這樣子GG了 他是我第一次看到來參加傳說 傳奇撲克的一個 一個玩家 那我們也不知道他會不會重買 我們破法 那Pocket 3 所以他是重新買入又做到同一個位置 我們的Danny Tan 對到一個前面位置的玩家 這邊選擇3B,選擇根柱都是一個蠻不錯的 AJ銅花前8%的騎士手牌強度 跟66一樣 66跟AJ是一樣強的 你們還在購入英國的商品嗎 現在是LON 很棒 這把有意思了 我們的破法擊中了一個 第3條 而我們的Danny Tan有一個Nuts Flush draw 那這一把 破法在48000的底值下注2萬 那我們的Danny Tan總共是23萬的籌碼 這邊我覺得他不會貿然在美中的狀況之下 打完這麼多 我相信是一個根柱 再加上有位置 來我們看一下轉牌會不會掉出梅花呢 那我覺得破法在對手抵抗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這邊會持續的下一個重柱 我覺得可能要下到6萬多了 現在有8萬8的底值 我們的破法應該要下一個 6萬的底值 好下注了一個5萬 那我覺得Danny Tan這邊應該也不太會放棄吧 而且他有一個A High 他有可能覺得對手是個King Queen之類的牌 他可能中S可能都會贏 而且我相信他不太敢去bluff 所以我覺得這邊Cole是一個非常的不錯 看River 沒有中 那這時候看一下破法 因為他是第三條啦 他會比較覺得對手有Q 我相信他這邊還是會做 Max Value的Owin 應該 可是我相信會有些人這邊 會做一些check 來 讓對手做一個bluff 那我覺得 破法在這邊應該會直接Owin 因為對手只剩下16萬 我相信 我可能會不會看到那一種 可能會不會看到那一種 可能會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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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d Feed 你懂得看我 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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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選擇了一個 Race 好我們這一個 我們的陳中英是選擇了 跟住 A10 選擇用跟住 其實A10直接做一個3BALL IN也會是個選擇 那跟住也是一個正EV的決定可是 可能直接ALL IN的話會 變得比較簡單畢竟沒有位置 沒有中的時候比較難打 我們這邊選擇自己選擇一個 CBED 那我們的陳中英在沒有中的狀況之下 可是他有一個後門的A10的童話 其實我覺得這邊選擇一個跟住也並不會是個太大的錯誤 因為畢竟 A10在1對1的狀況之下就是領先蠻多的 可是如果這邊BANGCARD再進來就是會讓整個局勢變得很複雜 讓兩個人都不敢動 然後我覺得 會是一個蠻有意思的一副牌 有人跟我講說要講講瘦身心得 瘦身心得 總共我們比賽的時候我是100公斤 然後開始瘦 總共瘦了17公斤 那過程就是 其實我就只是讓自己少吃澱粉 基本上不太吃了 澱粉只吃地瓜 然後就 多吃菜多吃肉 然後喝很多的水 結果後來發現追不上了 就我在法國的一個禮拜 我大概做了一個24小時的斷食 24小時吃一餐 之後我又嘗試了 想要7天的斷食 後來我大概80個小時沒有吃飯 只有喝水 結果後來發現好像已經輸了 所以 現在開始恢復滿滿正常的意思 反正 多吃菜多吃肉 少吃澱粉 吃好的澱粉 不吃加工食品 自然就會瘦下來 OK OK我們回到牌局 回到牌局 那 我們這邊的 貝卡中了一 他沒有中 可是他想要演他中了一個花 那 可是張K是我們的 呃 Sentimer的 頂隊 所以他可能也不容易 也不會輕易的放棄 可是如果這邊 我們的 陳中英很有 推出來的話 很有機會把兩句號打開 現在打出7萬5 我們的陳中英有一張梅花A 陳中英推出來吧 推出來這底池就是你的啦 因為畢竟這邊有張梅花A如果他選擇跟住了這個翻牌在第四張轉牌應該不會輕易的開掉 那現在尷尬的是如果他跟住了7萬5後面只剩下16萬多 那他有一張梅花A其實可以有機會可以轉成偷機 那當然我們現在不知道Ben卡手上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中花 當然對方有中花當然是不會蓋掉 可是他這邊有一張梅花A的話 用了兩次的 時間 如果他這次都推出來就真的帥哥 選擇 選擇 繼續的跟住 那Ben卡現在其實也蠻不知道 他在 搞什麼鬼 到底是不是真的中 那River假設 他沒中 那選擇check的話 那 他要不要繼續偷呢 那如果他不繼續偷 看到開牌的話 那個Ben卡應該會 應該會蠻昏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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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一個O1 那他現在只有一個S High 就變得非常的難跟 他選擇開牌AWOLF 他選擇開牌AWOLF 那陳中英應該就蠻氣的 那陳中英應該就蠻氣的 好 我們的Sungtimer Open一個S King 我們的陳中英跟了一個Paket 7 那LipPro這邊 我覺得相信也是一個 會抵抗的牌 那Riproduction選擇O-in的話 Sontimer這邊應該會跟著Re-O-in 我覺得這邊 陳中英不一定蓋得掉他的Paki7s喔 喔!蓋掉了 那這個King Queen去O-in一個UTG 我覺得應該猶豫也是因為死錢比較多啦 所以要選擇O-in 我們的正妹離開啦 我們的Liproduction出局 現在應該是已經截止買入了 我們的彈宣選擇O-in 可是遇到我們哈利波特 拿到一個Paki7s 這邊應該 應該 應該六萬其實也不是很多啦 就大概三四個大盲而已 GG 我們的彈宣 出局 我們的哈利波特又賺到了 大概五六個大盲 大概五六個大盲 我們的林青尾 這邊 來Hijack 拿到一個Sjack 林圻圓其實他是一個打牌非常非常穩的玩家 那其實在歐洲有跟他碰到 他始終打得很穩 那在這邊 零星會有一個2Opercut在230的結構上 我覺得這邊就是一個不一定需要C貝的一個組合 雖然牌面上的結構很乾 可是因為你這邊下注的話 對手會跟的話都是有中的對子 那我覺得他AJ他其實是有開牌價值 所以我覺得這邊不一定要C貝 可是當然你要C貝也是OK 因為可以 因為對手可能還是會有一些89阿9J阿 可能會有一些後門瞬阿 那可能會集中一些對子阿 所以就是 就是我會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不會選擇太多的Sleeper 像這種就是遇到一些比較麻煩的狀況 在遇到對手的一個Track Race 可是如果在這種狀況遇到Track Race 我可能會繼續跟 因為我有一個後門瞬後門 後門瞬然後2Opercut的機會 那我覺得這邊我是有機會會跟一張的 那如果轉牌沒有任何到幫助我的狀況 譬如說沒有JQKA 然後對手再打一發的話 我就會放棄了 那我覺得林青人這邊跟一張我覺得蠻不錯的 TEN馬上中了一個S 他的2Opercut加一個後門瞬 那我們的Rolliger其實真的打得蠻熊的 他是一個職業的網路玩家 那現在他底次有28萬 那現在 我們的 對於Rolliger來說 他這邊Track Race 然後 有了一個 有了一個後門瞬的機會 他會繼續選擇攻擊 結果如果我相信他這邊轉牌 如果有一個後門 花後門瞬他都會持續攻擊 就可能他有 開到4 開到5 開到6 或開到紅心 他都會持續攻擊 結果如果開到一些不相關的牌 他可能就會選擇放棄 那 林青人這邊選中了一個 AX的話 其實 呃 我覺得 在這個底次這麼大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 甚至我覺得這邊可以直接O-In 那 跟注是絕對要的 因為畢竟要中了一個頂隊 那 Rolliger 我覺得River很有可能會選擇 BluffO-In嗎 嗚 這中了一個Q 中了一個Q 其實對他來說 就有一些攤牌價值 因為他還贏了一些對手的一些死 所以他可能不一定需要O-In這個River 如果沒有Q的話 開不了牌 可能勢必要推 那邊中了一個Q 甚至還贏了對手的一些JJ99 一些K10之類的牌 所以他可能會Check 那我覺得林軒梅這邊應該也是會選擇Check吧 因為如果對手一些Bluff的話其實 也沒辦法跟著他下注了 也沒辦法跟著他下注了 可是我相信他心裡也知道 對手如果有牌 不太容易Check這個River 這個Rolliger真的打得很兇耶 要不是真的Turn中了一張S 他林軒梅其實真的很難繼續下去這個牌 那今天目前剩下最後13名玩家 那這場比賽 是Triton 黑山的這個超高的系列賽 黑山戰的第一場比賽 25萬港幣買入的Turbo 總共是只有30分鐘的一個級別 OK 現在我們看到 Timothy Adams 在UTG直接All-in了 因為他只剩下7個大盲 選擇80童話直接All-in 那我覺得 我覺得黑山這邊應該會改掉 可是我覺得 呃... 陳中英這邊其實是可以跟住的 因為其實只有大概7個大盲 他已經附了1個大盲 再加安鐵附2個大盲出去了 付了蠻多10錢出去的 那... 只有14萬 再補14萬 他其實是可以跟住的 因為10錢蠻多的 OK 算是個Good Call 兩個是相同的花色 所以買花的機會是沒啦 好多的 所以... 看著... 然後有3個大盲出去了 對 哈哈 兩個人都Fresh tool OK... Check High 獲勝我們的... 陳中英 贏下這個第4 那... 陳中英 據我剛剛我們前面看他也是 總共是買了這個是第二手 我們的T&P Evans 上屆在 我們的濟州島 獨賽式的冠軍 我們的Olegan這邊選擇跟住他的一個A8童話 哇這個 Flop開的其實對我對他算是非常非常的有利 可是我覺得 Rolic這邊應該是不會去放棄他的那個A8 這邊看起來好像是做了一個Dumbback 那現在現場我們的阿童 剛幫我們的小卡加碗郵趕到了直播現場 要跟我一起加入直播行列 對 剛剛抵達這裡 然後 之前正好是在EPT蒙特卡羅站 然後 本來昨天就應該到了 然後 我的學長打進了 EPT蒙特卡羅站的Final Table 我並且拿到了 亞軍的好成績 還是很可惜 追拼你的成績 對還是很可惜 就是沒有 再往前一步 拿到冠軍 不過已經很 很神奇了 就連續就是 我進入保持了不到一年 就直接被追拼了 好 我們現在看這一把牌是 Olegan選擇一個 Dumbback 然後被 我們的 Olegan選擇了一個 在IP的加注 OK 那這邊 Lag這邊中了一個 頂隊 可是現在底池已經 膨脹到了35萬 那 大概都1比2 那 他們兩個都是桌上的生抽碼 那 接下來這把牌呢 如果 呃 我覺得Lag這邊 選擇了一個check 我覺得 Olegan這邊 呃 這邊有可能會繼續選擇check 因為他這邊可以拿一個 free card 有一個 呃 一張high card 他有一個 卡上下的一個雙頭順 他這邊如果 這邊 因為這邊是對手 Dumbback又被check 被race之後還能跟 所以我覺得這邊check 是一個比較好的 一個 決定 對 OK 那現在這個 River Lag這邊有一個 很好的一個 Showdown value 那 他會選擇下注嗎 OK 他選擇一個 三分之一不到的一個下注 那 歐德爾是已經 這邊被打得有點尷尬 沒有中牌 一個khigh 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這裡面對的其實他的選擇也非常簡單 他這裡面對的其實他的選擇也非常簡單 要么就是簡單的一個放棄棋牌 或者是考慮 對手 面對一個什麼樣的下注 他有多大的概率會蓋給他 如果這邊要加注的話 可能就是要加到一個什麼40萬之類 這個Lag是一個很強的一個 Online的職業玩家 今年才24歲 24歲 24歲 好年輕喔 看著面相也是蠻年輕的 嗯 有點小帥 我們的北卡在卡特 開啟了一個air off Divorce 現在籌碼已經成長到了110萬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蠻不錯可以抵抗的牌 在Button 有位置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選擇一個 coco是蠻不錯的 尤其雙方都是生籌碼 我們的Lukas Greenwood 連7J不同花也不想要去抵抗 那我覺得其實有個原因啦 因為首先 正常來說 一對一的狀況下 7J不同花 大盲抵抗是個非常正常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邊不抵抗有幾個原因 就是因為 他可能籌碼沒有這麼多 再來就是他 如果你選擇去抵抗一個多人底池 相對底池就會比較大 相對你要去跟住人家的c base 都會變得比較大 所以會 導致你的風險增加 所以他就會選擇一些 比較並不是這麼好的牌 就選擇直接蓋掉 那我們的Vecca 就是 一樣持續的勇猛玩強 所以他持續選擇一個加注 我們今天也看過他的三發 bluff 那我們的 Divose這邊中了一個頂對待後門花 也算是非常強的手牌 那我覺得 Vecca這邊應該會選擇放棄了吧 畢竟Q36是一個蠻乾蠻乾的結構 那對手能跟的話 蠻像是有Q的啊 你看Q10 QJ童花 或者是有一些7788 對在這邊其實在 對於他TUN的一個 繼續的攻擊是 不太會蓋掉 對這邊有時候 硬要其實 會損失蠻多籌碼 尤其在沒位置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放棄也 沒什麼關係 可是他還是打出來了 呵呵呵 可是我們Vecca就是 最敢偷的那一種 最敢偷的那一種 欸蠻大的喔 下出了一個 三分之二 應該是下出了一個 三分之二的籌碼 的一個底次 後手只剩下50萬 這一跟進去就100萬的par 70-80萬的par 他這裡被扣住最後應該是最後一槍 對啊這個 可是今天那個backout其實一直很出貨意料 我也覺得說這邊應該偷不下去 結果他還是偷下去 這邊真的要偷真的是這個river真的是 這個面太堪了 太堪了 可是我覺得一般人來說是偷不下去 他很難講 可是照理說這邊就是不應該了啦 因為畢竟這已經 首先第2比賽已經太後期了 然後這邊要偷真的是 他直接會臉啦 額 烏 rabbit ag tare惹 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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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兇那一種 這個backout 太屌了 真的是 真的是帥哥 啥 今天他今天也是 三發bluff 对到那個 плат strategy 跟第三個 MICLE SOIDE 都被打開了 這裡 的確 递 這邊超級 也不是說超級難跟的 可是就是 因為這邊 根一根他就 就他自己也算是個半殘 可是你要蓋掉頂隊這件事情又很不現實 所以這邊 喔這邊Devose是一個 蠻堅困的決定 可是 BECCA本身的Ridge其實就很廣 不過他的頻率比較高 欸 其實有可能因為他的範圍很廣 他可能會有6 可能是這樣想 對 對 只是我覺得BECCA真的太厲害了 可以計時牌丟出去 所以基金的玩家是有一些 很難 基金有些很麻煩的 就是 大家需要 喜歡 喜歡遇到的都是一些比較 比較溫和的 溫和 軟弱的 對 被動的那種 比較不會遇到這種積極的就覺得很麻煩 像這種激進的高頻率的玩家 他們經常是沒有排 但是 一旦你面臨三槍的一個bluff 你的壓力還是非常大 就是你還是 就是 就是 你還是這個很難跟 因為你就是都在猜嘛 那你 你猜錯一次 你可能 你可能就倒了 可是我覺得divose這邊應該想一想應該還是蠻有可能會梗的 因為畢竟 畢竟他頂對 可是這個結構真的太乾了 對手這樣貝貝貝 貝貝 就很像AAKK SQ 可能很像一個有 很像一個有6的東西 他會在這時候蓋牌嗎 他有可能會把時間牌都用光了 這把真的很難跟 因為他剛好又是一個頂隊 然後KICK又並不是說到非常非常的大 他這裡可能會面臨到的是對手的一些超隊 一些圈大踢腳 甚至是一些六 六七桶花 對 喔開牌開牌他一定會修卡的 修一下修一下 哎呀怎麼沒有修卡呢 Divose在籌碼掉到大概是30個大碼 可是其實還算是蠻健康的 因為應該還在平均值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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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這邊應該要看到我們的 Lukas Greenwood要選擇Owin了 S銅花隊到Hijack 那我覺得巴巴也是一個會跟著 我相信這一把應該會看到兩家的Owin 我們也會看到到處女的Owin 對 我們的Owin 啊 哦哟 哈斯頓 有一個AJ通話 四家的牌都還不錯耶 我們的城中鷹 應該會蓋掉了 哈森這邊應該有可能會履修佛 這時候我看到了一對六應該是要蓋掉了畢竟是有兩架偶引 而且Hydrick還有一個翻牽的還有一個家住的人 如果他在偶引八八就被打蓋了我猜 八八那只能蓋掉啦 六就應該會蓋掉 可能因為他的籌碼就是四十五萬左右 而且今天他的手牌範圍也是稍微是跟一般人比起來稍微鬆一些 那八八其實面對兩架偶引其實蠻尷尬 可是我覺得99加AQ加1500的牌可能就要跟了 八八差一點點 九九可能就要跟了 他看到了對面的牌之後會有點後悔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中了一個Ace 哇六六跟八八都閃掉 他們都在猜剛剛大蠻為蓋掉的牌 猜到最後才猜到 欸Lukas現在看起來好像比之前年輕一點 可是他們覺得 觀眾們覺得Lukas的頭髮好像少了一點 GG我們又失去了一名玩家 剩下11名玩家 傳奇撲克的 就是撲克界類裡面 比賽裡面的老師來世 對 對他很多東西 硬件動 硬件動 設備什麼都弄得蠻好的 對 連他們做的衣服的質感也都蠻好的 對 這樣子牌的時候 在桌上打牌的環境也感覺非常的舒適 嗯 我今天有到現場看了一下 整個環境的感覺 佈置啊 都是非常非常好 連我們在直播的時候都可以叫 吃的進來 而且還吃得非常好 對啊 呵呵 我也很喜歡這樣子就是顏色分明很簡單的 籌碼 嗯 也很方便讓場上的選手 去識別對手的籌碼深度 對 好我們看到這裡 我有 在CO位 Race到75,000 3個B 我覺得那個75,000這3BB 應該也是故意的 就是因為他看準BB只剩下 只剩下 只剩下 不到4BB 他想要讓 呃 對手 不是這麼好跟 那我覺得這邊他應該當被ALL IN了 這Double 是一個Double Gasham 對 加OVER卡 那我覺得在一個18萬5的話 他只有一個 14萬 我覺得這邊會當被ALL IN了吧 因為他很有可能對手A9是 當然A9是中的 可是 其實很多對手在這邊 潤局是完全沒有集中 可能有些JQR QK可能都只能一被一破蓋他 A10啊 可能要蓋他 對 所以我覺得這邊DOWN 被ALL IN是一個不錯的決定 我會選擇這裡直接DOWN BAT 是比較好 因為一旦你選擇Check Race 這次是 很難 對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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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只有這一條路可以走 那這邊DOWN BAT ALL IN還不錯 他有41%的勝率 對 那A9是提起一個秒扣 兩手高權益的對戰 直接就擊中了他的奧子之一 直接擊中 A9還有五張的奧子可以反超 A9還有五張的奧子可以反超 沒有法出來 順利的大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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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不是說損失的太大 對 應該是還剩下最後的 呃 11 1名玩家 那他們Final Table 有可能是9位 有可能是 應該是打到8位 應該是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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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8max的比賽嘛 嗯 可是有些6max比賽Final Table有7個人 哦 是這樣子嗎 對 那個是呃 非正式的那個Final Table應該 嗯 因為 如果7個人的話 3和4就比較難打 對 合成一張會好打一點 對 485 那15BB的Final Table這邊 應該直接O-In吧 也不用釣什麼魚 因為 雖然很大 可是也不是說太大 還是需要對手有一定的氣盤率 460 哦 直接O-In了 嗯 其實這邊 就算Quin其實是蠻接近的 因為這邊我猜如果有個Q10 QJ啊 QJ是秒 QJ是秒扣的 對啊 所以你看 QJ要秒扣 Q4Q9也不會差到哪裡去 QJ 所以QJ現在遷入了一個參考 這手牌還是 呃 3 呃已經生毛了嗎 這手牌 這手牌 應該是1萬5 3萬 4.5個大毛 哦 所以已經是生毛了 选择了跟住 选择了扣 选择了一个边缘扣 这里还是 用软件跑一下 这里还是一个正EV的扣 大概每次跟住能为他带来 1.51个大猫的正EV 8回的击中 在转排击中了两队 那么我们的接线空是已经听死了 这跟住一点都不渝 是一个边缘的正EV跟住 嗯就蛮接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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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